大家好,我是唐胖 大家好,我是竹子 今天我跟弟妹两个人来到了山里面 我们来找鱼心草 你看,这里就有一片了 这个就是的 把它挖起来 这根的话它下面有根 有时候的话会挖断 你看这种根筋 哇,看到没有 就是这种 连叶子都可以吃的 它这个全身上下都是宝 除了这种虚虚的那种不能吃以外 其他都可以吃,拿来泡茶或者是凉拌 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其实鱼心草有很多的功效的 可以拿来泡茶喝 它就是拿来消炎的 它当茶就是这样子喝 常年都可以喝 还有抗菌的效果 好像有一些 伤口 就是有炎症或什么的 都可以拿来喝的 女孩子喝这个是很好的 我也听说说 说那个 听一个老猪蜜这样说过 他说 女生嘛 有时候会有那种痛经啊什么的 对 说喝这个其实也有改善的作用 我把这个全部 这里有一片 看到一根 哇 看到 看到 看到没有 翻开这个石头缝下面的话 就是 全部都是鱼心草 有 这个你看 一根一根的 我们是拿来挖回去拿来凉拌吃的 这个凉拌的吃超级好吃 特别特别的香 喜欢吃的朋友都会觉得这个很美味 其实鱼心草我好像听他们说可以炖汤 是可以的 它吃法也很多 老腰汤啊 还有那种羊肉汤啊 都可以 还可以炒腊肉 哎 炒腊肉挺好吃的 嗯 应该是很好吃 我没吃过 我主要是拿来两拌吃的多一点啊 就是 我炒过 我吃过 我有一次我是记得我好像 拿来炒过腊肉吃 哎 把那个鱼心草一截一截的给它弄断了啊 放一点香菜 很好吃的 很好吃的 我都很爱吃这个 下次可以多出来采一点 泡个水啊 弄的菜啊 其实都好 不错 现在这种野生的那个鱼心草已经越来越少了 因为 挖的人太多 喜欢吃的人 喜欢吃的人也特别多嘛 所以说 它还没长得起来就被别人挖走了 嗯 嗯 那小小的一会儿已经有这么多了 嗯 嗯 哎 哎 哎 刚刚有看到一个鳥鱼啊 嗯 在这里啊 可以拿着鳥鱼去钓鱼 小时候没鱼吃 要不就是 拿着鳥鱼去钓鱼的啊 天天去玩鳥鱼去钓鱼 哇 这里好多 再挖出来一捧呢 这个 这根根全是 哇 你看 好长的 这个很美式的 把这边挖一下 嗯 哎呦 这么多可以了 嗯 做一餐呢 你看 挖的多数多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挖的哦 这可以吃两餐了 两三餐了 因为有 好我们就在这里挖 现在我们要回家 把它洗了 然后凉拌啊